台湾平均三的人就有一個人有吃動物館 相關的產業越來越興 也略受出現通物相關的客廳 在臉東的台人科技大學 通物美容學就特別開設通物料理客廳 結合營養學還有豬家的技術 讓學生來設計 適合動物館吃的健康料理 現代人像吃動物館 經濟農業部的統計 人家來定期的通物有三百多萬吃 已經超過15歲以下小孩的素養 相關的產業也越來越多 臉東台人科技大學 通物美容學就有一門副定 結合營養學和主持的技術 跟學生做出適合 當物館吃的健康料理 我們從食材開始 我們都是去菜市場採買 那我們是買有履歷的 然後新鮮的 然後我們經過最重要的是 低溫烹調 我們把營養素讓寵物吃到 動物沒有青春人 什麼都可以吃 除了要用天然的食材 營養的分配也很重要 當素表時 青春雞肉 韓雞 雞糧 雞糧 丁丁 都是不錯的選擇 只要這麼要用料的美食 就能做出不一樣的變化 通物料理 我們今天主要的食材是 雞胸肉跟地瓜 那外層的話是我們的馬鈴薯 那杯子蛋糕裡面有加雞蛋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 嬰兒副食品 可以更深入了解 就知道那些狗的 狗的可以吃的色素 是用什麼調出來的 就例如紅色就用甜菜跟粉之類的 通物料理也能夠自己創意 設計各種造型 和動物館 做會像想想過一個氣氛 尚真全部的尚基 好方希望透過的道館的確定 不用學生的專業 強化他們在全部專業的經濟力 記者綜合報道